大家好 人民力量跟大家見面 我們每一次的節目都有一些專題 這次的專題可能對很多朋友不是很熟悉 雖然經常見 但就不是很熟悉 就是這個香港報返的情況和問題 我們今天很多謝大家熟悉清哥 這個香港報返大聯盟 廖寫清 昌姐 資深報返 羅女士這個更加老航尊 做了三代 其實香港的報返的情況 有幾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意義 很多朋友來說 這個可能是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份 我覺得我小時候 香港很多街邊都有很多報返檔 現在就似乎越來越少 至於為什麼會少的 你就跟大家講 其實報返就是政府給了一個牌子 你可以在固定的地方 那裏就在那裏擺檔 那牌費就很少了 那這些就是歷史 維落下來的賭獨特的行業 那你的檔可以 除了買報紙雜誌之外 那個牌子就可以給你賣一些小玩具的 那時候可以賣一些小玩具的 總之那個牌裡面所列明的項目 你只可以賣那些東西 其他的就不能賣的 你一賣其他的東西 這個食環處就會說你違反這個牌照規定 隨時告你嚴重的 可能就取消你的牌照 那或者阿清家也好 幾位代表都可以講講 究竟報返的行業 早期究竟是怎樣 你們的經驗情況 怎樣可以給朋友多些認識一下 讓我先巡述一下 其實報返的行業 就在香港的歷史都很久了 講來講都有五、六十年的 那早期來說 因為有報館的出現 就需要一些報攤銷售它的產品 那早期第一代的報返 有些不是一定固定在報攤那裏的 有些那時候應該夾著賣的 好像羅女士她的家舖都是這樣的 即是在街上夾著報紙 隨街賣 那時候就這樣 但是慢慢做著做著 就會出現了一些酒樓 但我小時候都見過 在一些巴士站 那些叔叔夾著整宅 夾著賣的 好像派報紙收錢 那時候好愛都會出現 那時候是最初刑的 因為為什麼會出現報返 就是因為有報館的出現 報館要消售的途徑 演變了有些酒樓 那酒樓來說 中國人喝茶很早的 需要看一下報紙 形成了報攤就在酒樓門口擺賣了 所以開酒樓 可以說最早期報攤 洛根就在這些地方 最流行的了 一定有生意做 但是那時候 但早排那些不用排的 早排那些 早期是沒有的 你做就自己做的 自己做 又要爭 又要點成 鬥快手 早排有沒有一些背景人士 撐腰才做到的 早期那個年代有的 很混亂 大家都會找一些有勢力的人 幫忙 參與報攤的人 不是有勢力 但是他會找一些 請一些有事來講 幫忙 就爭取了 就算你不找 見到你做 都有人過來找你 沒錯 沒錯 你如果沒有他幫忙 你就不可以在這裏找吃 報生 所以其實 嚴格來說 報犯都是很順良的份子 如果他 他真是很正正經經的做事 一早起床 那麼辛苦 都是找兩餐 那時候一毛錢份報紙 但是那時候的消費很低 那時候的斗嶺 斗嶺都可以 斗嶺一毫 斗嶺一毫 但是那時候斗嶺一毫 的報紙你們有多少分 現在的機制永遠都是 應該是四六的 就是那個比例 那麼多年來沒有什麼變 永遠都是這樣 用四六的 用四六來去分帳 但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到下午五六點的時候 很多拍拖報了 有 以前是流行拍拖 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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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的嘛 拍拖都可以買 現在年輕人不知道 什麼叫做拍拖報 你解釋一下 拍拖報的意思就是 或者你講一下 你買個拍拖報 拍拖報就是 你拉一張報紙 或者一張東方 拉一張小興那些 真爛報 什麼報那些 拉下去 快點賣去才解 就是兩份報紙一起 買一齊 但是價錢呢 價錢 一份報紙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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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買兩份 用一些行銷的報紙 沒有那麼行銷的 沒有回味 那時候 沒有回味 所以用這個方法 要蝕的 要把紅綠 要銷售 那時候 那時候你買多少份 就找到 你買不買得去 你自己負責的 那時候 沒錯 所以那時候拍拖報是很流行的 也都有一堆讀者 是真的喜歡拍拖報的 晚點才賣 晚點才賣 好夜好夜也賣 我試過 我入行做報紙 我都是買拍拖報 因為我二晚上有個報紙檔 那他收檔 就留下給我看拍拖報 這樣 這樣就賺到全部是我的 我就做一下做一下 你留在那個報檔 你留在那個報檔 都是認識女生 聊女生多 那時候就做事 那個年代 有錢賺了 可以怎麼說 那時候是挺有趣的生活 嚴格上來講 人情味很重 很重 很重 他有時候買拍拖 我想要這份 這份也不行 但是很辛苦 做報反 你早上三四點就起床 那時候的年代 是不是這樣 都是要很早起床 是啊 要很早起床 那些人一早去喝茶 又要回來入 拿些報紙 但是你們一早起床 就是會有那些批發 那些把那些報紙送到來給你的 不是 早起 早起 早起要去哪裏拿 不是去它的站頭 那裏拿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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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多遠到來 你那個檔位 我那裏比較近 我那裏最多是三個街口 那裏 我分析一下那時候 嚴格的時候 主流沒有那麽多新界的地方 新界唯一最遠就是元朗 和大埔 那裏就需要有個代理商 或者那些什麼 那裏就載進去裏面 但是載進去裏面 都是一個地方去拿的 那現在現有的 那裏就是中環 灣仔 北角 那裏都有一個站頭的 那裏都放在那裏 等他們去拿的 每個地方來講 那 那 九龍是尖沙咀 旺角 油麻地 和深水埗 那裏都是那裏 那裏的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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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那段時間是這樣的 那時候 唯一的交通公共 就是踩一單車去拿報紙 那裏經常說 那裏經常找拉車 還是踩一單車去拿的 我都是推車仔 推車仔 不懂踩一單車 推車仔 這樣就說 軟那裏是踩一單車 那裏經常拿多少份報紙 那裏經常拿的 那時候都是 都是拿那些 百多張這樣來買的 八多張報紙怎麼賺錢 那時候的環境好些 當很多 當很多 我們酒樓有三檔 那時候 一個酒樓門口三檔 是啊 現在只剩下我一檔 現在酒樓都沒有了 那就是 八多份報紙 那不是很快賣光嗎 那就是了 那時候初初我家婆他們做的 現在我自己做實際做了三十幾年 我家婆那時候做 是他們老人家這樣 隨便 有些就用來派一下紙 另外又派一下紙 嚴格的那個年代來講 就賺得吃的 因為他的入息來講 我記得我打工做的時候 要賺到幾百萬個月已經很好的了 那時候做報攤來講 賺到幾百萬個月 那時候報紙很多東西 那時候都賣了自花 有的 賣其他東西賺錢的 自花報你經過的 自花報我都沒有經過 是我媽媽 自花報那裏有珍爛 紅爐 要解釋一下什麼叫自花報 自花報意思就是針對 那時候舊社會還有些自花外圍 那些狗馬 就需要靠這些傳媒來推局的 專針對這個人去做的 那個自花也很流行的 沒有賭博 就像賣六合彩那樣 現在的六合彩 那時候摩登的六合彩 那時候的六合彩 那些人很流行的 舊社會裏面 有些叫做四大探長的問題 這些是遍地開花的 那你當然不會 靜國家人的力量 那些自花真正的 全港遍地開花 全香港九龍 那如果講到那些報反的運作 早起床 那一般經營到幾點左右 你們那時候 早期 早期那時候就是五點多鐘 就收的了 收的了 那那個檔是怎樣的 那個檔是有兩塊板 有兩塊板在那裡 那時候都很流行的 有兩塊板在那裡 那時候有一個鎖 鎖在那裡 就收檔 是呀是呀 但是那些報檔 如果跟以前比 似乎有一個趨勢 是越發展越大 是呀是呀 因為現在媒體發達 是呀 媒體發達 是呀 真的呀 以前沒有什麼雜誌 其實都幾尷尬的 講來講 譬如我們現在的報攤 持牌的那個尺寸 都是五十年前的 是呀很小的 好像五尺半成六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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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就不知道 是呀 是呀 赤半成六尺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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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報檔 那些警察 現在為什麽呢 已經不可以跟 那些報紙一張很薄的 是呀 現在只是一隻 一隻這樣的星島 已經厚到不得利 就是那個報檔 那個排那個的面積 三四十年來沒有變的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沒有變 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 都是用那個大小 實際運作就已經完全不同了 已經是 報紙都多了很多份了 已經只有三四份 你現在不用理什麼事了 你每個報紙放一份已經放滿了 沒有雜誌了 就是差不多所有現存經營的報檔 可以說差不多全部都是違反那個牌照規定 違反的 一定違反 食環署就例行 可能一年告幾張告票 一個月來 保守也一個月一次 你的那些都 一個月一次兩次 十幾年都是這樣 當交租那樣 其實那個牌費就很少 但是那些罰款就高過牌費 數字百倍 那罰一般罰多少錢 現在暫時三百幾四百元 最初做了幾年前罰整個千的 我們現在都罰到七百幾了 每個法庭都不同 他罰款這件事情 不到食環署決定的 就是食環署專門急討 所以他多與少的時候 都是看官來講的 但是問題檢控就是食環署那個 他喜歡的 大小 寫你大些 或者本性 這個就是暴犯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 暴犯很怕食環署的 得罪了他 整張告票給你又不見事 即是他心情好些 可能一個星期告你一次 心情不好些 一個星期告你三次 那些行業就是給他管主 不怕管主 但是以前那些貪污 還有那些給茶錢的情況 現在應該很大出入 那個比較上 現在應該就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但是六七十年代那時候 有的 有的 那時候都有的 那些茶錢 那些茶錢 那些茶錢怎麼給呀 我走過來就自己吃 明明要用點給他就算 又不會弄你 是吧 當時 不是說抄牌的 直接是坐車 坐車載7人車回去的 那些9黃車這樣的 要給那些會不會 找那些報紙 雜誌夾著那些錢在裏面 遞給他 還是明目張彈這樣 就遞錢過去的 包著一下給他 包著給他 有時候他來包煙 你也是給他的 拿了一張報紙看 你的年代遲些了 他那些是早些的 我最後的 你的年代都有這樣的情況 免費煙 我最後 初初任何的一兩年有 後來就沒有了 因為以前我們拉回去 不是說就這樣抄你牌的 要你回去警署 坐在那裡等擔保 再先回來的 嘩 那都很多東西要派的 星哥 除了有勢力的要派之外 食環署的那些就要了 總之香港賺錢 除了食環署的那些警務人員都不用了 親人都管的 即是偶爾就拿一些免費煙會嗎 警務的 早期那些 早期有 後來就沒有了 真的就沒有了 真的很早期的時候就有了 用錢幫你賣的 沒有那段時間應該就是連天公署出現了 連天公署出現了就沒有了 所以說香港是有賴連天公署 即是有進步 我也是說 我都承認的 有些東西我們看到時代改變 但是會不會那些所謂免費的東西少了 但是那些真正的告票又多了呢 即是只是平衡而已 那些所謂非法的東西少了 但是你那些告票多了呢 計起來又是差不多那麼多 那麼多的 就是那些細用了變成了 不是 偶爾是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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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時抄得我們多 我們很不滿意變成吵 那就是少一點了 沒有那麼密 那些暴蕩呢 基本上就有些就在街道 街道旁邊 但是有部份就黏著大廈的 是啊 好像我們不是黏著大廈的 是黏著大廈的 那如果我理解沒錯 就是黏著大廈那個早前那些 就一定要那座大廈 黏著位的那個業主 是准許你 在他那個位置擺 那你才會發牌的 那或者這幾年很多這樣的改變 或者那些的舖位以前是酒樓 現在可能做了某些行業 那些可能做了一些時裝店 那以前做酒樓當然是歡迎你在門口 那大家轉了某些行業 那就開始踢別人走了 有啊 有很多行家都試過 是啊 真的 現在這兩年是最多 最多我接的個案都有七八個 現在就好在青哥出現了 就我們好些了 要你走就走 要你搬就搬 要你幾時不准在這裏 你就要人家說裝修啊 怎樣你都要走的了 青哥出現好些我們又忙些了 哈哈哈哈 就是請教你們啊 幫忙啊 幫忙啊 真的 報反大聯盟的出現 都是一手一腳由我去成 那麼多年十幾年 我都和陳議員在一個合作 很艱的 那麼很多報反不公平的事情 我第一時間轉介給陳議員 那麼他第一時間幫忙的 那麼所以報反呢 他們都是有福的 他們來講的 也都是陳議員在後面 是啊 就是講回那個政策和那個問題 譬如你傳統那個政策呢 就是你貼著牆那個的報檔呢 就應該要得到那個長 那個單位 那個業主准許 那麼當那業主轉換的時候呢 如果按政策呢 就是說 咦 你那個業主已經不想你擺那個位了 那麼 所以食環署就應該終止那個牌 或者幫你搬遷 但是那個搬遷那個問題 都引起了幾多爭拗的 是吧 那就是你們很多 都幾難找到的地方 譬如你原本在那個位的 你想著另外一個位搬過去呢 那邊的那些檔戶又反對 或者可能這個的 運輸署又反對 或者是巴士公司又反對 比如我早前幫旺角某一個的報反呢 想搬去一個位呢 就剛剛黏住那個地鐵站 那個出入口的牆 不是入口喔 出入口後面的牆 那麼地鐵又反對 那又做不了了 所以在報反來講呢 就是基於一些的變遷 如果要找一個新的位置 都極為困難的 我們是很被動的而已 就是你就算你選了一個位 食環署有很多條例告訴你 它又要經過很多的部門 隨便一個部門不肯說不行 你都不批出來 就是你們做了那麼多年 見到一些報反數字逐步減少 那個情況之下我劣成怎樣啊 最高峰期間 高峰期間 有了一千多個報反 一千三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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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只剩下六百多 那一半又多了 哪一年開始發牌的 記不記得 可以追溯回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六十年代 很久了 很久了 最早期那時候已經有牌了 一做的時候 有了 應該六十年代已經發牌了 那時候一千三百多 現在只剩下多少個 四千多 四千多 四百多 現在四百多個 四百多個 五百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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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們這一類就是所謂 是那些持牌的報反 那另外一類就租過 鋪位仔 那些就不用拿牌的 街市檔 街市檔 那些人 那另外一類呢 就最大最惡啦 就是七仔 OK啊那些 那些 那我們等一下講講 七仔OK的影響 那講回那個報反的數字的下跌 你們認識很多大家那些行家 他們消失的理由是什麼 競爭大了 一流的免費報紙多 這個是近期啦 但是免費報紙還沒出現之前 報檔的數字已經逐步萎縮了 是吧 從一千三百多 逐步跌到六七八啊 再縮 那先前已經逐步少了 那些報檔的經營人 為什麼繼續做一下不做呢 我想他們有些老了 老了 那些年輕人就不願做了 變成 嗯 正所謂有些人 是見到整整一下 那些年輕人不願做 他又不做了 那樣 就是很多是那些小孩子 就是沒有人接 不肯做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不肯入這行 就是好像看到沒有什麼前景 他不 見到自己的父母 媽媽熬了一輩子都是這樣 現在的生意越來越差 那些生意 以前我們最初還有晚報的 後來因為資訊法 就晚報都沒有了 是的 星島那些沒有晚報 那你是不是收入又少了一些 以前那些人下班就買晚報 回家看的嘛 但是後來連晚報都沒有了 那你看著你的生意 你的收入越來越少 那些小孩子不肯入行 我想很多年輕人不肯入行 我都知道有些是小時候 跟爸爸媽媽做報檔 大了讀完書 接著又找到教師 生活有改善 接著老人家老 就開始沒有人接了 那一來那個工作時間長了 是不是 三四點 開始做 那直落 好像你這樣說 直落四點多 慢慢報就下班 下班 然後一個星期七日 沒有什麼休息的 似乎中環的報返最幸運 中環的報返是星期日不開的 但是收入少一些呢 那些寫字都休息了 小人走了 那他做了也沒有用 所以他就不做了 那時間長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都很慘的 吃飯時間也是沒有的 那時候見到那些報返那些 老友都是做個飯盒 坐在那邊邊吃 然後有人來買東西 然後放下一個飯盒收錢 都是這樣的 最常見是這樣的 可以說報返叫做非人生活 完全是另類的生活 只是在一個檔口是共存的 又開檔坐在檔口 在那補皮 收工回去睡覺 睡醒一整天做 但是那時候就已經 救社會找食困難 有人做了這行之後 也都是叫做得益多的是什麼呢 報返的貢猿是什麼呢 也都對社會有貢猿 那就是不眠不遂這樣做 一直圍繞那個資訊的存在 還有一件事 報返是一個老行業 那些老人家 我們老前輩呢 透過當時的新路 可以養活到一班小孩子 那時候個個都很大鬥人的 我們要出去做事 然後養活了他 現在可以都受到教育 讀老書回來 從典型來說 那也是真是一個貢獻來的 所以他就要付出多一些 因為他拼命要做基於 就是想賺多一點錢 就是養下身邊的小孩子 所以有一個傾向那些老人家 是不想小孩子做這行的 所以這個也是 那你的小孩有沒有跟你做 有 我還有兩個女兒 幫忙 幫忙的 是啊 如果她不幫忙我做 那兒子呢 那兒子沒有做 她不是很喜歡的 那兒子又不幫女兒幫 所以我老婆常常說要生女兒 不要生兒子 她說女兒跟著癡身多一點的 那兒子就不聽話 他們都想出去發展的 不是啊醫行 醫行來說 就是阿昌也說對了 開始沒有前景了 就是這樣變了來說 我們醫行就是很積弱的原因 那你的女兒做了多少年了 跟著你 讀版本的書包已經跟我做了 十幾年了 就是她已經讀 差不多三四年班起手 跟著我的了 就剛好幫幫我做 又把報紙做一下 現在更加幫我做 好聽話喔 那兩個女兒都聽話 真的很乖 不懂的 那些英文都不懂的 應該叫她上來 真是見一下網民 真的 很厲害 但報紙檔呢 我覺得一個情況 除了你說 早上要起床 工作時間長 吃飯沒有固定時間之外 有一個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坐在路邊 是 除了日曬雨淋之外 那些汽車的廢氣 那些汽車的 真是挺難頂的 是的 有你發過有鼻敏感 開始 以前是不會有的 但是近幾年開始有了 但是那個 現在我們還吸了那些熱手煙 還更加多一樣 絕對有的 我看過一個行家 她是當在彌敦道的 她現在近來發現她有哮喘 都很年輕的 她都是壓力 以為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向政府投訴 將這個病 定為這個 這個 報反的職業病 是的 沒錯 說你三十幾年坐在路邊 是啊 天天吸九個小時 就是那些廢氣 不止九個小時 不止 我早上五點鐘 現在下來 做到晚上九點的 我們才會收檔 那些輪流做一下 那些去拿話報 有一個看著檔 還有一些 整一下 側頭側尾 這樣 現在時間越來越長 所以她很流行的 那些生活節奏 夜了 是 做報知時間真的很長 有空收集資料 明天報反大聯盟 可以登記一下 要看那些老人家的病 看看那些老報反 那個呼吸系統 或者那個肺 那個問題 是特別多的 有的 有的 因為 你叫政府 是 要 將某一個病 定為職業病 是一個幾繁複 和幾困難的程序 是 要拿很多醫療的證據 要拿很多的資料 要調查 因為職業病 一定要擺在法例裡面 你要將那個行業 和那種病 例如這個肺塵癌 沉疾病那時候 那些是爭拗了很多年 那如果拿到職業病對報犯是否要幫助 那又可以賠償 這個要研究研究一下 那可以拿回賠償 我們了解了一些報犯的情況 我們待會回來就會講一下 現遲報犯過了這麼多十年 究竟情況是怎樣呢 待會跟大家再討論一下 待會見